要先全选,把那个两个打勾先取消 再选这个范围,再做那个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是保护的一个截图 再来的话就是VBA,那VBA部分的话 如果用序质物件切换,复杂度太高了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键完成 所谓的一键完成 我顺便讲一下,刚刚的那个工... 后来我又把它重新再弄一下 VBA是...可能当掉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它重新再... 有没有,我加密码的时候 如果要看里面的那个程式 这个时候就会跳出密码 那你一定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你才可以把里面的程式 那个模组里面的那个程序才可以打开 这个时候就有分成两个资料夹 一个是物件 指的就是哪个工作表,加工作簿 还有就是模组 模组的话就是你的Macho 点开来,公司才可以看到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开发的 你自己花费很多心血 写出来的,那就是你的智慧财产权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保护起来 你如果... 给档案即便是给别人用 你传给他是一个什么 那个XLSM档 他可以用 但是他如果要去看你怎么写的 打开来有密码 他就没办法去看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智慧财产 其实智慧财产是真的有价值 有价的 当然可以衍生性很多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因为这样衍生出多一些些的收入 我觉得这也不错 因为我有一些东西 也是写了之后放的 就自动会有一些回馈回来 还蛮不错的 像这些东西写了之后 如果有人要用 其实也是有个价 有个... 他如果要解决他的问题的话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做出 刚刚的这个一样的结果 但是要做出一键完成 也许你这个都要每天都在做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按下去 演习总时数 自动就帮你算完了 然后清除 类似像这样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处理 因为简单的方法 那写VBA方式很多 如果你只是要一键完成 不要... 现在还不用到序责物件 因为写着物件 你要切来切去 要写很多回圈 很麻烦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想要处理的话 1 你可以怎么样呢 先写个清楚 清楚的 我想清楚应该比较简单 你就是for I 等于 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由编号去侦测 也许从这边侦测 2到21 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C栏 salesi.c 里面的话帮我输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这边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格子里面来 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我只是想要把这个公式 放到C栏里面的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第一个一样 这个回圈我想应该没问题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一个ness C栏里面等于什么? 清除的话是空字串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是要把公式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你可以先把清除写好 call过来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这个公式里面的第一个 怎么样呢?Ctrl C 再来怎么样?Ctrl V 记得这边取消一下 取消 贴到这个的后面 但是贴上去 记得啊 我好像讲过 特别强调 两个规则 这个可能要熟记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把 你写好的公式